我們講玉米好了 在去年大概是在7塊多 那今年飆漲到15塊 你們核算一下合不合理 我們在糖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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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友呼籲說現在不要買雞蛋 因為有不肖業者 為了生產大量的雞蛋 所以會打一些 比如說催生劑或生長劑等等 想問一下這個資訊是否屬實 這個資訊昨天就有很多的朋友 傳給我 當然不是事實 如果有潛流感的話 那我們依照規定 我們都會去到這個我們的養雞場 或者是其他勤場的畜牧場 我們都是依規定撲殺辦理 所以現在在網路上 有特別謠傳說 因為有一些的疫病 所以農民用藥比較多 然後導致現在不要 來買台灣的雞蛋 這是完全錯誤的資訊 你們覺得這是有孵道成本嗎 這個當然就是一定是不合理 其實完全是不合理 因為現在飼料成本一公斤 在去年大概 我們講玉米好了 在去年大概是在七塊多 那今年飆漲到十五塊 那我們淡季飼料 百分之七十需要用到玉米 所以各位記者媒體先生們 你們核算一下 合不合理 我們在糖雪 那不過 我們也願意來配合我們整個 整個融迴的政策 來跟大家來共體時間 因為疫情是很嚴峻 以上報告 就是因為三十四塊半 美台金不在合理的範圍內 所以我們優先先獎勵 農民美台金三塊錢 如果在這個措施沒辦法解決 讓農民增加更多的生產 我們會隨時調整 不管是在加碼 增加起見或讓市場機制的這個反應 這個措施 我們在月底前會再來做討論